他所形成一個聚落的這個完整的防護 為解割後面出水煩問題 你的經費有限下 市府以應急地水切裂 整體蒸了白水 讓地方相當有感 市長如果清潔三月十四 匯當落美肥議長 立體制議員以及當地理長 市長後面出蒸了白水應急工程 我們一段是我們這邊的工程 要做既年 大概是差不多在町油町有來看過 我們繼續延續到這場橋 就是我們目前看到這段 我們施作的這一段 診斷正在進行當中 那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我們還是一樣先沿著這個左岸 施作完成 到了南八值五 就形成一個完整的聚落的防護 所以我們的頂長城平安地 我們這邊完成之後 就有一個完整的聚落的防護 剛才我們的培局長非常明確 跟我們水明長 我們蒸了大白煙蒜 這個地理鑑定 大家這樣有非常清楚嗎 有 有齁 哇 我覺得說 這不是只有 在過去我們的利比市長 會這個工夫學到家裡頭 這個地水的概念做得很好 會整個月 當然 睡眠料讓我們聽到也很明確 現在讓專業的來處理 所以你看 近五年六年這樣十幾年 把它倒進下去 近未來十幾年又重了 我相信說 未來我們這裡可以 待會兒再安裝 再舒適 靜責的 我們這裡對米的這個山領 絕對可以更穩定 讓全國全世界都能吃到 我們冠軍的米 我想這就是我們後面最大的福氣 劉市長的強調 依在水上基礎建設改善 作為市政上優先的工作 每一份錢都是市民的水金和火灌錢 經費優惡 一定要用在街營的地方 順序見進 讓台南市未來整個脱胎換骨 我清楚的是什麼 就是說 我們的錢 每一份錢都是市民的水金 火灌錢 我們要用在街營的心上 我不是說 故意和議會 大家這樣 算說順序 不是這樣 實在是希望說 我有 把這個經費 這個經費相當悠閒 要用在街營的地方 你看只有這個地方用10營 你這個地方 大概2億以外而已 好了 一年算15萬 一年2億到3千萬 3千萬不可能都用來抵水 可能立場要扮華黨 他錢買給你 也不是 還是要創啥 所以都分散去 一年3千萬 5年也只要5千萬 你看看 10億 你看你真實在乎 所以我們用這個制度 來解決 我們台南市的一種種的問題 這樣才是辦法 今天去夏市長 收拾在後面區 一條白水 應急工程 經費3千萬 目前四港進度75% 有期100空六年四月底鑽工 鐵底改渡水煩 保重市民 財產安全 換 1 2 感谢观看